謝謝主席與各位先進 有請蘇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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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部長好 蘇部長早 你今天大概是 部長任內最後一次在財委會背行是嗎 應該是 那禮拜三禮拜四還有特別預算的審查 你不是要回學校了還沒有 我到24號是最後一天 24號這個確定了 內閣改組如果要留你呢 改組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改組留你你要不要留下來 我還是想回學校 講我一下就講話不明確了 你說我確定不留 誰留我都一樣 還是說我考慮 如果很有成立我就留下來 我已經跟學校申請規見了 學校準了 學校已經老者就通知我了 我也提出申請了 那學校所有的設備都幫我準備好了 就等我回去 所以你24號就確定走了 是 我非常謝謝委員這幾年來的支持 跟 跟 幫忙 這個 我關心你一下 謝謝委員 我看 財長內內做什麼事情 就是高舉租稅正義之 之明 看看有沒有做到這點 讓我們看 在網購這一部分 你對國內的 瞎說 嚇很重啊 比如團購 網牌 平台的賣家 查核 2020年 因為2021還沒出來 國內的個人或者店家 27萬件 補伐角 200多億 好 什麼叫成績 讚 可是對外國呢 軟趴趴 特別碰到 美國 相關的跨境電商 你就另外一個樣子了 對國內是一條龍啊 對國外是一條蟲啊 你這裡也提到說跨境電商也是這裡講的 你要輔導到1808年的年底 109開始沒有開發票 要罰 Google Yahoo都配合了 但是 FB不用開 你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讓我把它採數完再回答 FB FB 你 獨落FB 獨厚FB 都配FB 財政部獨厚FB 來 我們來看一下 FB 他怎麼做生意的 兩個情況 用企業的 下FB 下FB 下廣告 他20% 就扣掉了 企業了 20% 他是外國公司 總公司在阿爾蘭 20% 20萬 交給你們的都沒事了 晚睡了 但是個人 個人 完全沒有開統一發票 我這裡去秀一張啦 這是人家跟我檢舉的阿 他也跟你們檢舉 每年跟你們檢舉 你們都說沒有啦 有收啦 這裡面 FB 所逃漏的營業稅 以餘所稅 我算起來 五年上億阿 五年上億阿 這個 部長阿 你對國內 這麼狠 查 認真查 我們都支持 為什麼對國外 國外不是全部讀貨 就讀貨FB 我不知道你跟FB什麼關係 也不知道 這個被他吃了死死的 被FB吃了死死的 不會啦 來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情況 五年 逃漏營業稅跟營所稅 個人 今天 還有人跟我檢舉喔 這兩天還有人跟我進去 還有人跟我檢舉說 他下FB的廣告 沒有統一發票 他沒有發票 就是逃漏營業稅 就是逃漏營所稅 謝謝 謝謝委員 對企業的部分 基本上他都有報 對企業沒問題 我不講企業 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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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扣角 那基本上 沒有扣角 實際的情況 我再請那個 護稅長 許書長說明 報告委員 因為FB呢 他在這個 B2C的部分 他認為說 是個人刷卡 比如說我是上網 去玩他的遊戲 等等 那這個部分 都是屬於2C的 那都有開 雲端發票 也報交了營業稅 跟所得稅 那至於說 2C的 如果他去刊登廣告 他認為說 既然是刊登廣告 應該是屬於 營利事業 所以他對這部分 就沒有去處理 了解說 他又刊登廣告 又刷個人的信用卡 所以他從這個判斷 認為說是屬於2C 所以他已經報交了營業稅 跟所得稅 那如果說 這一部分 是屬於 是一個 個人 幫公司 幫營利事業 或者機關團體 來做這個 刊登廣告的 這部分呢 台北國稅局 正在查核當中 不是 你這樣回答 不清不楚啦 我已經講了 不管企業是用什麼 他自己交20% 我都企業OK 我在講個人個人 個人 個人 你聽我講完了 個人的部分 剛才署長啊 你也講 在閃閃 你也很清楚 因為我找你們財政部 找了好幾次 你們也承認 這是有問題的 而且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看到 我們都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 我下一個FB的廣告 沒有 沒有統一發票 沒有統一發票啊 這裡面不見啦 個人 你不要講企業 我剛剛說企業沒有問題 你不要跟我扯企業 剛才 許書長跟我講的就是 如果個人去企業下廣告 那處理啦 7M 處理啦 個人的部分 我們有些人是 從事 網拍的啊 個人的網拍啊 下FB的廣告 沒有發票 沒有統一發票 委員這部分 我的了解啦 現在 台北國稅局 因為所有的進化電商 都是台北國稅局在負責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查 在查了吧 對 在查了請您認識查 有 有 而且我的數字都跟你們對過了 就是 五年上億喔 五年上億的營業稅 遺所稅逃漏掉了 所以 FB逃漏稅 這部分如果說他 個人下廣告 那 FB可能認定他是 他要補啊 對 五年 那都要補喔 這個 這個就是FB 他在認定是個人 到底是個人或 營業人下廣告 這樣一個區分啦 我想我會請台北國稅局去做 你們 你們是不是承認有點問題是不是 承認吧 來 許主長 報告委員 如果說 那個 FB他誤認為這個個人 他是一個營利失業 那營利失業 他的營業稅 是購買國外勞務的話 他在申報營業稅的時候 去申報國外集合 我不挑戰你這個營利的 我挑戰你個人的 我承認個人的 沒有去做扣角 對 那這部分台北國稅局 正在處理當中 正在處理什麼時候可以的結果 什麼時候可以的結果 我們再了解一下 那個台北國稅局查核的進度 再跟委員報告 事實太嚴重啊 這麼大的FB的公司 吃定你們啊 你們這樣子配合啊 沒有所謂吃不吃定的問題 那他誤以為這個個人 就是營利失業 那 未來我們會請 我會請這個台北國稅局 奇怪 我到便利商店去買個五塊錢 十塊錢也給我開發票啊 為什麼香港廣告 五萬塊 一萬塊 的FB的廣告 他不給我開發票 是所以這部分我們會請 台北國稅局會進一步去查核了解 你的回答很清楚 我幫你們兩個的回答講一下 FB告訴你 你們就照張勸收 FB說以為個人是替企業下廣告 是 所以都已經處理了 我不挑戰你企業這一塊 我挑戰你個人的下廣告 個人的這一部分 包括你在LINE裡面 個人也都要課 也都要課 他收到的錢都要課 所有的電商 我再講一遍 Google也課 Yahoo也課 FB就不課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 你要你要印起來 陳真不要印起來 不要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變成 美國的殖民地了 不要變成租稅殖民地了 沒有啦 如果這樣子 Google 老早就那個了 這個那個我聽不懂 FB以澳商的國家簽訂特殊條款 條款 針對各國特定的條款 約定帳單 最近都有簽 台灣為什麼沒簽 你告訴我 沒有簽 為什麼沒有簽 報告委員 這個不是我們財政部跟FB簽約的問題 而是應該是 FB跟他在這個 每一個國家地區 在做這個營業行為的時候 他的一個自己規定的 他的約定 他跟那個消費者 消費者或者是 承軟的營運事業的 一個相關的約定 不是政府跟FB的約定 好啦 這個你要去加簽啦 二十二國家都簽了 為什麼台灣這麼大的經濟體 我們經貿實力排 世界排第十六名 十五名左右 為什麼他不跟我們簽 辭定我們 蘇部長 我最後一句話 主席站起來 我不要在那個時間 我講完就下去了 蘇部長 看起來你好像要離開 可是有點捨不得 沒關係 但是 但是最後一次的 一個質詢 我希望 人要離開 齊緣也善 齊情也正 公正 要公益 我要看到公益的財政部長 好不好 這個加油啊 這個啊 謝謝委員 我知道 不要讓外界 不要讓外界說 喔 台灣的財政部好欺負啊 FB欺負你啊 沒有這回事啦 謝謝委員 謝謝那委員 謝謝豬部長 接下來有請審發會委員質詢 明天 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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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